天天 日用天梁。月年,上年期第二周星期二。 薩墓爾己祥16章1-13節 上主对撒慕尔说 我既然废弃了撒乌尔 不要他作以色列的君王 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 把你的觉性满游 我派你到白冷人业室那里去 因为在他的儿子中 我以为我选定了一位君王 撒慕尔回答说 我怎能去 若杀乌尔听说了 必要杀我 上主回答说 你手里牵一头小母牛说 我为祭献上主而来 你应请业室参与祭献 我要告诉你当作的事 你要为我所指给你的人富有 撒慕尔说 依照上主吩咐他的作了 及至到了白冷 城内的长老都战律前来迎接他说 你家林者女平安吗? 他回答说 平安 我是为祭献上主而来的 你们应圣洁自己 来同我一起献祭 撒慕尔圣洁了业室和他的儿子 请他们来参与祭献 他们一来到 他见了厄里雅布 心里想 这一定是立在上主前的受负者 但上主对撒慕已说 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 我拒绝要他 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 人看外貌 上主却看人心 业室叫亚比纳达布来 领他到撒慕尔面前 但是撒慕尔说 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 业室就叫沙玛来 撒慕尔又说 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 业室就叫他的七个儿子 都到撒慕尔面前来 撒慕尔对业室说 上主没有拣选这些人 撒慕尔于是问业室说 孩子们传到了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一个最小的 他正在放羊 撒慕尔对业室说 快派人带他来 因为他不来 我们决不入籍 业室于是派人把孩子带来 他是一个有血色 微清目秀 外貌英俊的少年 上主说 起来 给他富有 就是这一位 撒慕尔拿起游角来 在他兄弟们中 给他富了游 从那天起 上主的神便降临于达味 事后 撒慕尔起身回了辣马 聖荣 没有了圣游 我的双手必尚扶持他 我的被绑必尚兼顾他 他要清赞我说 你是我的大父 是我救恩的盆石 是我的天主 我亦要立定他为首生子 他高出世上所有的君主 马尔谷福音 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 有一次 正当安息日 耶稣从墨田里路过 他的门徒在行路时 合食起墨碎来 法利赛人向耶稣说 你看 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你们从未读过 达未在急逼中和同他一起的人 在基我时所作的事吗 当阿贝雅塔以作大师祭时 达未怎样尽了天主的殿 吃了随师祭外 谁也不许吃的公饼 并且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 耶稣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立的 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 所以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圣经反省分享 撒慕尔纪上第十六章一至十三节 告诉我们 撒污尔被天主拒绝为王 天主告知撒慕尔纪要寻找天主 已经选定的继承人 上主施责撒慕尔 因他为了撒污尔被拒绝为王而悲伤 天主吩咐他往白冷一个大家庭的父亲 身业失那里 天主告诉撒慕尔纪 他不可凭外表去判断 天主更看重一个人内在的圣情和性格 天主的神临到了达味 外表上没有什么大改变 而是与父犹息息相关 这就是刺及献身者的恩典 达味 这个名字是一个古老的闪族词语 意识是 指挥官 君是领袖 达味将成为旧约中最结出 罪人性化的人物之一 既是罪人又是圣人 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 他将藉着若失而成为耶稣的祖先 耶稣是业失的根 来自达味成白冷 他将出生在他祖先的皇城 这是我们反思自己的使命的机会 反思我们被天主选择来 执行特殊任务的机会 我们很可能想知道 为什么天主选择我们 而不是其他我们可能认为 更有资格完成他交给我们去做的工作的人 马耳谷福音 二章23至28节 有一个问题问我们 守安息日为圣 这界命对我们有何要求 这个命令背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就这个问题 与耶稣对峙 当昔日的休息 是为了纪念和庆祝天主的美善 以及他在创造和救赎方面所做的善事 这是专门为赞美天主 他的创造之功 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拯救行动 而专门设立的一天 其目的是让我们停止日常工作 并提供必要的休息和復元 耶稣提醒法利赛人 安息日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而设立的 是为了让我们在为天主 而活的过程中得到更新 他的目的是为了善 而不是为了恶 人们不去怜悯和仁慈待人 并不是天主让我们停止 不必要的劳动的本义 你对待近人和庆祝主日的方式 是否光荣天主呢 耶稣提到公柄 马以谷福音2章26节 是指他向所有相信他的人 提供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耶稣达未知子人子 这都是墨西亚的称号 耶稣宣称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并怜悯有需要的人 烦劳苦苦重担的人 都能在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和復元 主耶稣 愿我在生活方式 和对待近人的方式上 给你适当的光荣 愿我专主日为你的圣日 愿我时常以你对我所表现出的人 时去对待他人 让我摆脱那种挑剔 和不欢容的精神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为近人谋福利 愿我愿意 愿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